美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率达到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 几乎所有家庭所需物品价格都在飙升 这让迎来孩子开学季的父母们感到了压力 美国陈间咨询公司发布的年度返校购物报告显示 只有36%的美国家长表示 他们有能力为孩子在本学年所需的一切买单 而在通货膨胀水平较低的2021年 这一比例则有52% 据德勤咨询公司和全美零售商联合会估计 在2022到2023学年 美国父母预计将在学勤教育至高中教育用品上 花费约661美元至864美元 因为像是胶水、马克笔、钢笔、书包等 许多必需品的成本都在大幅上升 加州州长纽森9月5日签署了一项 开创全美鲜河的法案 为加州50多万名快餐店工人赋予更多权利和保护 根据该法律 加州将创建一个由10名成员组成的快餐委员会 包括4名工人代表、4名雇主代表和2名州政府官员 他们被授权制定加州快餐业的最低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标准 明年起拥有一百多家餐厅的连锁快餐店的员工 最低工资将调为每小时22美元 而全州范围内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5.50美元 此后还将根据生活成本的升高而增加 但餐厅老板和特许经营商对这项法律持反对意见 他们警告称 这可能会使消费者价格提高20% 9月6日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在首相府发表告别演讲 随后他将与特拉斯前往苏格兰 觐见英国女王妮莉莎白二世 进行首相权利的交接 特拉斯则将接受女王的正式任命成为新任首相 在对特拉斯进行任命之前 英国女王已在当天稍早时 接受了约翰逊递交的正式辞呈 据悉 当天下午特拉斯将返回伦敦 在首相府门前发表就职演讲 随后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 9月5日 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党首投票结果出炉 伊丽莎白特拉斯几百前财政大臣 里希·苏纳克当选为英国保守党新党首 9月5日 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俄罗斯 驻阿富汗大使馆附近 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 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 10人受伤 俄外交部证实 俄外交使团两名工作人员在爆炸中身亡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当天通过社交平台 宣称对盖起爆炸袭击负责 俄罗斯外交部声明称 俄驻阿大使馆正与调查此事的阿富汗 安全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使馆已经加强保卫措施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希望恐怖事件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会收到应有惩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5日发表声明重申 国际人道主义法严禁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 包括外交使团 四川五地发生6.8级地震 截至9月6日7时 甘孜州报告37人遇难 失联12人 已收治伤员170人 其中重伤56人 雅安石棉县共接报28人遇难 78人受伤 受伤人员均已送往医院救治 其中微重5人 重伤12人 轻伤61人 截至目前 此次地震共造成65人遇难 在四川卢定县 石棉县等地 各方面救援力量6600多人 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 全力救援受灾群众 中国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将国家地震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二级 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火灯 火灯 se